肺炎没有一个特定的最好的抗菌药 它的是 就是说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 是要选择针对这个病原菌 最好的药来进行治疗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迷信 特别广谱 特别昂贵的那种抗菌药 因为这部分药 往往是为了一些特殊的 严重的感染准备的 如果我们一个普通的肺炎 就去选择一个特别昂贵 特别广谱的抗菌药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耐药的发生 会导致将来治疗会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选择的是 第一 我们这种抗菌药 能够针对肺炎 这种病原菌 它有一个很好的疗效 第二个 尽可能的选一些比较窄谱的 就是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 只针对这种 我们所得的肺炎的这种病原菌 我觉得这种抗菌药 可能是最好的